好 那麼中國的北方 據說非常的嚴重 那有好幾種病毒 現在慢慢的也擴散到上海了 現在就是大家有一點在等待 等待怕大軍入境這樣子 因為其實像剛剛醫生講的 就是其實原本在年底 因為季節的關係 因為人流的關係 所以本來就是打旺季 那再來因為他們那個 我們知道大陸那邊 他們也都有過年 也都放長假 所以其實他們的這個南來北往 本來就是一個傳染病 很高峰的時候 那請教一下陳醫師 是 上面是梅漿菌 梅漿菌其實是一種病原體 我們平常說你這個是病毒感染 你這個是細菌感染 那梅漿菌 他剛好位在病毒跟細菌之間 但他很小很小很小 可是他是目前已知最小的 可以自行繁殖的病原體 然後他其實如果感染到人體 最常見的其實很多人都沒什麼症狀 他可以跟很多人和平共存 但是偶爾有些人會說 我有一點點疲勞 我有點累 然後又開始咳嗽 沒什麼鼻涕 然後都是乾咳 然後這些症狀呢 其實只是用症狀 你反而很難去跟其他的細菌病毒做判斷 例如說你感冒 你本來就會咳嗽嘛 然後你這個流感 你也會咳嗽 所以說你單純從他的症狀 你很難去區別 那比較需要 如果真的不放心 可能真的要驗血液中的 這個抗體濃度 可是問題是抗體濃度 你還不能只驗一次 因為你以前可能就得過 你現在的抗體數字就是上升的 你要在兩個禮拜之後的檢驗 比較起來 發現他上升四倍 你才能說 你現在這個這次就是梅漿菌感染 所以這基本上在 基本上臨床醫生要判斷 確診你是梅漿菌 其實有點難 因為我跟你說 我幫你抽個血檢查 兩個禮拜之後會確定 那我倒不如直接考慮給藥 那給了藥之後 你可能一個禮拜就好很多 但是也因為直接考慮給藥 導致什麼 導致我們擔心的抗藥性 現在的研究發現說 在中國的梅漿菌感染 好像有九成以上都是抗藥性的 梅漿菌 什麼叫做九成抗藥性 梅漿菌 就是說十個人裡面 他得到的梅漿菌 可能一個人用藥物是有效的 那有九個人用這個藥物 因為他的梅漿菌 我對藥物是有產生抗藥性 他以前可能吃過這個藥了 這次的細菌已經長出抗藥性了 所以這個藥物反而沒有效 臺灣的研究發現 臺灣的梅漿菌抗藥性 大概是兩成到三成左右 但是在中國的梅漿菌 抗藥性的研究發現 甚至有高達九成都是梅漿菌的抗藥性 那為什麼中國這麼嚴重 因為聽說他們在低線就差不多 就像剛才一樣 咳很久對不對 那可能沒有很確切診斷 就給了這個低線的抗生素 就是很好用的抗生素 於是因為過度的使用沒有管理 所以導致他們現在這個抗藥性的比例比較高 這也是他們之前 大家在講說 為什麼平平的都是免疫負債 大家流行的都比較多 是什麼流感病毒 腺病毒 RSV 什麼頻頻這樣子 你們家偏偏流行這個梅漿菌肺炎 那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因為他們第一線的這個抗生素的 抗藥性太多了 所以他們是不是濫用抗生素 對 就是沒有妥善使用 就濫用可能 這我想要分享一下 有時候也不是濫用 有時候會怕沒路 或是說比沒路 其實像講到梅漿菌 幾年前像我跟我女兒就 有時候會交叉 疑似 像我們就會覺得說 怎麼在地掃掃 掃不得好 那師父怕在那裡 醫生怕在掃 我們說奇怪 就是感冒 就是咳嗽 流鼻涕 不然就是頭痛 會燙 奇怪就所有的症狀 其實老師講 他會慢慢隨著你吃感冒藥會輕微 我必須要承認 我們就是 覺得看醫生掛好 等整部很麻煩 所以就習慣性的我就去藥局 然後就跟藥劑師說 我有什麼症狀 他就說 你感冒 你這個拿回去吃 結果吃什麼就整禮拜 一直掃得越嚴重 好 這時候就會去問說 你 那個我現在咳不好 那是什麼原因 那我幾年前為什麼懂得 梅漿菌 感覺我好像還不錯 有語實俱進 有來賓會這樣說 我真的 我過年人就知道 那不是 那是說 我去問就像陳醫師說的 他覺得說 我要跟你厭學幹嘛 也沒有 我老實講真的沒有 他就說 那這樣子 你就吃這個專門 給梅漿菌的藥 你應該是 就是梅漿菌 然後吃了之後 他那個藥非常的貴 你知道嗎 一顆一百二十塊 然後一盒大概是六顆 鄭大哥真的三天 今天呢 早上停止了 就知道說以後你覺得說 咳不好 你第一個想法 連結是什麼 我就來買了以後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濫用嘛 這個我承認 那我這次我女兒在 因為最近我很多的朋友的 那個家裡的家庭的群組 學校的群組 全部都把中國那邊的 這個所謂的很可怕 那個疫情即將爆發 大爆發的這個警訊 都這樣子擴散出來 所以我也一樣被那個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現在所有的學校 老師都規定 因為我們現在都解封 都沒有戴口罩 全部都要戴口罩 但是在這個之前 警訊之前 我女兒 現在學校有規定 全部都要戴口罩 對 就是希望 最好孩子要戴口罩 然後我也發現一個很明顯的 我搭電梯 以前 因為差不多這半年來 大家都這樣全裸 全裸進入電梯 大家好像 都不怕 因為都覺得自己有抗體 可是呢 我最近這一個禮拜搭電梯 大家都戴口罩 就戴起來了 我剛才這樣 台灣這樣全裸 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感覺你怪怪的 我自己覺得自己 這女兒好像不合全 對 或者說 我自己怎麼一點 好像沒有這樣子的 公共意識 沒有公共意識 然後呢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大家突然間 那個警覺性又起來了 但是在這個之前 我比較... 你就這樣說不好意思... 我不是李文婉 你很像玉蓋迷藏 我沒穿... 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在這之前 我必須要講 可能是季節的關係 然後我女兒 在這一波的大爆發之前 她就已經開始感冒 可是我開始覺得 就是我們剛剛講 免疫反彈 因為陳醫師在 我們要收錢嗎 我先問診一下 他也是先... 你在那裡掛號會 健保卡先交出來 健保卡先交出來 二十五 人家都兩百而已 怎麼二十五 然後你知道嗎 他先也是 先咳嗽 然後那個痰是大概有綠 青青的 黃黃的 再來就開始流皮 然後咳嗽 反正全部的症狀 而且有發燒 可是他慢慢的也一樣 功課忙什麼的 老實講 我們真的覺得說 就方便就好了 結果他吃了大概 快一個禮拜的藥 我說咳嗽持續 其他的都OK了 我就想到了 梅漿菌 好久 對... 我怎麼沒有想到 趕快去買那個藥 一顆一盤 可是你又不能證實 那是梅漿菌 可是我們依照 一度的坦承一爛用 你以為我們一般人 我就一般人 一般的阿祖馬 我就覺得 對 為什麼梅漿菌 就是梅漿菌 我就馬上去買 我必須要講 從很嚴重 好了 真的吃三天 好了 他宿舊在回我 然後我跟你講 但是到現在 一個禮拜過了 你其實看起來本來像知識分子 我跟大家站在一起 各位哇哇哇的同學們 我跟你講 這隻哭 很奇怪 他到現在就變成說 他嚴重的狀況 高峰已經過了 然後也沒有持續的咳 但是你 打不到跳下去 哭兩下 哭一下哭一下 然後完全不能斷根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了解 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不會 那這個惠文的小孩 也是有讀小學的吧 現在一個國中一個高中了 這麼大啦 對 可是小的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 我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來說 好 來 先休息一下